ギ・і・無尊 另外如果毛囊已經都完全萎縮不見的話 那就必須要透過执法的方式 現在有比較新的方式 包括微創的执法 裡面更新的一種叫做免費法的微創 它是可以完全不用把後面的頭髮剃短 就可以達到重疾的目的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些 把機械後退的頭髮比較不健康的狀況 所以仔細看的話呢 我在額頭的這個地方 一些種子是前幾天才種的 剛剛提到的這種微創的方式 它是後疹部門不用像以前需要剃大塊 所以仔細看的話 我們後面這邊也並不會有看到一些任何的痕跡 那這也是一個更新方式的福音 可以讓我們譬如說醫師或一些專業的工作者 可以很快的回到工作崗位 不用等到好幾個禮拜頭髮長出來 會忍受那個頭髮比較成皮疼平頭的一個狀況